真的還蠻豐富的耶 我覺得一定有超過一百千 每一個啊 它都做得好小好精緻 又是嶄新的一天 現在已經不早囉 現在是晚上的11點50分 爸爸今天早上5點出門開始拍片 這是我的第三支影片了 加油 我會撐下去的 好的 這支影片呢 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你如果是第一次來到北海道 然後住在雜黃這邊的話 推薦大家可以住哪一個飯店 今天要推薦的就是這個 Hotel Dorming Inn 那為什麼選擇這家住宿呢 第一個是它的價位很划算 它一個人的話只要2500塊 含稅還有所有的價錢 就一個晚上2500塊 然後它的交通位置啊又非常的好 它就在雜黃的這邊 最有名的李小路的中間 那其實它有兩個路口 一個是在這邊 然後另外一個其實在大馬路 那邊有一個路口 兩邊都可以進 那Dorming Inn啊 最有名的當然就是它可以泡湯 然後再加上它早餐超級豐富 然後再來是它們的晚上的9點到11點 每一天都會請你吃好吃的拉麵 那我們先進去Check in 那這間Dorming Inn不一樣喔 它是Dorming Inn Premium 就是比較高級的版本 它的拉麵是9點半到晚上11點 看起來超好吃的 這幾天我一定要找時間吃到 好啦我們完成Check in啦 它這邊呢雖然是一間三星飯的飯店 可是呢它真的是要什麼有什麼 像大漁場呢 它從下午的3點開到晚上的10點 這第二個應該是有販賣機啊 吸煙室之類的 再翻過來的話 喔 早餐 早餐是早上6點半到9點半 那因為我沒有想要每天都吃 所以我就是另外再買 因為如果要每天都吃的話 加下來晚上要多加大概500塊台幣 可是我只吃一餐的話 我就這樣不好算 好 那我們今天住的是713號房 哇 太幸福了吧 7134電梯出來吧 然後就713號房 看一下我們的房間 將將 一晚上2500塊的房間 哇 其實跟東京的蠻像的 就是小小的一間 那我一個人住這樣的話 我覺得已經算很大了 因為就算我兩個星星像這樣打開來 也是很OK的 這是它的地板 就看起來比較髒一點 地毯的話真的很不容易清理 然後這邊有附一個 這是什麼 監視機還是夾子器 然後這邊有個電視 電視小小的 喔 毛巾在這裡 一人份的毛巾 哇 這邊還有宅機便 人家寄東西我還有指紋回機 這邊要附一個電話 然後 哇 其實是很棒 對我來說 因為你看這麼長的桌子 可以讓我在這邊辦公 這邊有view嗎 沒有view 因為是假的窗戶 所以我這是完全沒有窗的房間 冰箱要開這裡找到 OK 冰箱 你好 喔 我有跟give在這裡 然後這邊還有附一個休閒服 這應該是讓你穿去泡湯的 然後這邊有個洞 然後形象可以在這邊 床的話是直接貼牆壁的 開關的 哇 這看起來就是比較有年紀一點點 插頭在這裡 洗澡的地方 很像坐郵輪 只是偏小一點點 整個就是很日式 整個就是上廁所的地方了 將將 哇 看起來都很有年紀耶 這是古色古香 然後有一點尿燒味 然後這邊有一雙拖鞋 老實說 我原本想說它叫做Premium 然後又2500塊 應該會再好一點點 那我覺得 因為這個飯店它本來就是三星飯 這應該就是介於清典旅館 然後跟四星飯店裡面的中間 當然就是有一些設備啊 然後跟一些東西 就比較舊一點點 那我覺得已經很夠睡了 但是你說Premium 那感覺是完全沒有的 但會雪這邊呢 當然就是因為它的 交通位置很不錯 然後還有它的早餐很好吃 然後還有它可以泡湯 所以明天早上呢 帶大家來去吃早餐 然後待會兒如果還有力氣的話 我再去泡湯那邊看一下 看裡面的環境如何 然後再用一些官網照片 來跟你們分享 我開始覺得有一點點臭臭的味道 因為我的氣味比較敏感一點 可能是地毯 然後久了會有那種黴菌的味道 二樓就是泡湯的地方啦 左邊那邊是泡湯 然後前面的印度 哇 好多漫畫 泡完湯就可以在這邊休息 休息去 然後這邊還有微波爐 而且很貼心 來附的餐具 然後賣雞在這裡 哇 蠻多飲料的 哇 決定就是買這杯的飲料 它Lounge裡面呢 有一些沙發的座椅 然後還有一個按摩座椅 跟一個電視 還有很多的漫畫 應該是泡完湯 或者是你想要休息的話 就可以來這邊休息一下 一樓這邊還有咖啡機 然後它供應時間是 早上6點到11點 這邊呢 賣賣雞大同小異 那我覺得size稍微 比樓上大一點點 賣東西都差不多 好的 我決定 穿它的拖鞋 然後拿它的毛巾 來去二樓桑拿 幫大家看一下 它的泡溫泉是長什麼樣子 出發 我回來了 蠻舒服的耶 順便在那邊洗個澡 男生跟女生都需要用方卡 然後嗶嗶 嗶嗶完之後它是一個電動人物 味道啊還是有一點重 就是像我們那種游泳池啊 比較久一點點 就那種潮濕的美味 然後旁邊有很多置物櫃 置物櫃的話都是不用錢的 放完東西之後呢 就直接進去泡上溫暖 我覺得造景造的還不錯 不是特別大 可是它有分戶外區域跟室內區 洗澡的話就是很景點那種日式 然後地板呢 全部都是石頭的材質 所以採起來呢就特別有FU 裡面啊 就是比我想像的乾淨蠻多的 然後我覺得溫度裝的蠻剛好 大概是3738度左右 不會特別熱 這個天氣泡起來蠻舒服的 然後旁邊那裡還有靠下 戶外的話也有一個小小的造景 然後有一個獨立的泡溫泉的地方 然後有一個就像浴缸這樣子 然後是一個人可以直接這樣進去的 真的有點像半露天的感覺 所以你是可以吹到外面冷空氣的 四年的話溫度就會稍微高一點 可是整體來說 我覺得真的還蠻不錯的 突然覺得 2500好像划算的起來 它的那個吹風機是用 Panasonic的N9A 一般那種無星級飯店會附的那種狐狸產品都有 就可以直接在那邊拿 有發現那邊洗澡的用品 跟房間是用同一個品牌 還蠻像的還不錯 好啦 再來就是明天早點起來 然後明天要拍他們最景點 然後最多人推薦的早餐給大家看一下 聽說早餐就有一百多道的料理 晚安 早安來吃早餐囉 早餐就在一樓大廳這邊 我剛得到一個這個 他說結束在結 一個人大人的話是2800塊日幣 會比啊 我如果直接從地方往一站 然後加早餐的話 會貴個200塊左右 因為我只吃一天 應該會還是可以那些 什麼 時間 我真的還蠻豐富的耶 我覺得一定有超過一百 其實每一個啊 它都做得好小好精緻 像它那個淘土之趣 它大概是小個四噸之一左右 超可愛的 它們的水果啊 甜點 沙拉 全部都是用的特別小特別小 看起來就很精緻 然後你又可以吃個吃 它大概真的四個小 但是都是連在一起 吃東飯的話就有很多的生意片啊 然後還有 鮭魚卵 然後跟 生的干貝 煎蛋啊 然後炒蛋 也都是小小一份很精緻 然後它這個太陽蛋 這個超可愛 然後旁邊還有一區是烤物區 烤物區的話我拿了一些 它有一些烤杏鮑菇啊 烤辣椒 然後還有烤青椒 這個蠻特別的 這個是它寫說 炸黃明霧 也是要自己夾這個旁邊炸的東西 然後加這個醬汁 然後我還拿了這個 炸蝦 香腸 還有味噌汁 搭配冬瓜 還有生菜沙拉 這生菜沙拉看起來也超好吃的 醬汁的口味也蠻多的 它還有這個日本最精進的小菜 最後一區的話就是 鹽椒巴桃 鹽椒巴桃 剛好在我的場面 還有一些瘦瘦的飲料 像是海盜牛麥啊 然後還有 像是乳酸飲料 然後就是 非海盜限定 然後還有一個夏天限定的 烏蘿蔔汁 還有新鮑菇 嗯 好香喔 好juicy喔 加一點 我把它換在更沾 辣椒 好甜 然後這個是 椰菜加燒肉 菜吃起來非常脆 我喜歡沒有脆脆的口味 我超愛吃蠔肉的 比較稀一點的沾醬的感覺 碗皮非常非常厚 但是是好吃耶 裡面就是單純的蝦子 它這個味噌湯 看起來比較清淡一點 不知道喝起來如何 比較沒那麼濃的 你看 中規中 吃飽啦 我覺得我不吃剩一片 還是有點可惜 所以就 可能沒辦法吃到那個價位 是很豐富 但也沒有到一定要來吃 所以你的房價裡面 是包含早餐的話 我覺得來吃是真的還蠻不錯的 早上的離小路 大部分的店還沒有開 你看大家都推著行李箱 這樣走來走去 剩最後十分鐘 我成功趕回來吃拉麵了 真的 真的是 一整天 又要又累 好吃耶 湯的豚補的味道還是蠻濃郁的 有一點點泡麵的感覺 但它的那個麵體就不是泡麵 那以免費來說我覺得已經很讚 咦 怎麼來的收拾一箱 初期的時候變酸香了 散果豐厚 好了 爸爸準備要check out啦 這次呢入住Dorming Premium 總共是三個晚上的時間 一多晚上2500塊 我覺得我來的這個季節啊 應該算是 價格會比較高一點了吧 我之前有看到有人分享 可能有1800或2000塊就可以住得到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現在日本 其實住宿啊什麼都已經長很多 這幾天呢體驗下來 覺得這邊交通位置真的非常非常棒喔 要去任何地方呢也非常近 離大通的地鐵站大概是7分鐘的路程左右 那這邊呢離大通公園也是非常近 那邊也有一些小店家什麼的 所以地理位置呢我覺得超棒的 然後離雜謊車站 坐地鐵只要一站 所以你家走路的話 你大概10分鐘以內是可以到的 當然就還是會有一些小缺點 像是我覺得房間真的不好的味道蠻重的 廁所啊其實我真的要把門關起來 不然裡面的ammonia味道還是蠻濃的 但住這種飯店 基本上你一定大部分時間來日本玩嘛 你一定都在外面 所以我覺得還算是可以接受 因為在房間時間真的不長 當然這邊可以泡它啊 然後晚上吃辣麵啊 我覺得都很bonus 推薦給大家看看喔 如果大家有來北海道的話 不妨看一下價格 如果價格不錯的話 住在這邊位置真的很不錯 好啦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和分享按讚喔 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到11年了 為了吃辣麵狂奔耶 哇其實秋場也是蠻圓的 而且今天在秋場都沒吃東西 因為今天博龍 先發 然後就一直坐在那邊不敢走 應該是這邊直接跟他拿拉麵吧 哇太幸福了 免費拉麵 一天兩千五 肯定要給他吃回本 嗎 都給自己玩耶 很多人都跟我一樣趕在最後一刻 我不是最後一個人 還有十分鐘 吃喝 吃喝 吃喝